你的屋檐 你想想 其實Kimson已經4厘活動 你計算到起碼18000元租 三方來租 租約12個月 除了樓價有4厘 但吉租集費 維修管理佣金 我們收租很慘 我以前收租過100萬一個月 我只搞維修一個月 最近買了一層樓 股價大約是4折 有一間就跨了 股價的4折 我想問 怎樣可以找到四折樓 我最擅長找30% 其實我覺得要不一動不軟 我覺得最差的時間還未到 時章是第7 8177 7778 乾杯 多謝大家 好 未必每個人都看了上集 下集再繼續介紹 第一個老友是蔡志忠 亞洲地產老闆 他自己也是做地產 但又是資深投資者 買甲吉商下 一層幾層買的 商場 舖位 住宅 甚麼都有 資深投資者 Kent 又是KOL做了很多年 大家應該不知道是否他的學生 另外有隔壁 林Sir也是KOL 現在做房地產的工作 阿葉是資深投資者 他跟他有些差距 但次數未必輸過給你 說次數 次數未必輸給你 不可以計銀碼 他自己公廈 大灣區 舊樓 很熟悉 以前做劏房的 現在少了 上一集各自有說到他們的項目 但我想今集再自由辯論 其中我 不好意思 因為我和你老友 直接一點 你曾經說香港可能會肉火重生 甚麼意思 會很壞才可以 有沒有那麼誇張 其實香港經歷過 可能你年輕一點 差不多 我們經過九七 三市 我也是 很恐怖 其實無論遇到多困難 都是去谷底時 再肉火重生 所以我經常說 雖然我現在是審慎悲觀 亦有審慎悲觀 其實是好事 為何你一定要有銀基感 還有一件事 譬如我們經常提醒自己 包括我們做投資者也好 做生意也好 在好事的時候 你也不能看得太好 在差事的時候也不能看得太差 你會保持中庸之道 你會想到一些可能會發生的事 你才會有危機感 有一個警惕 我想知道你的肉火重生的意思 是因為現在息候太高 你說遲些會減退肉火重生 還是主要是大陸現在看不到的盡頭 會拖累到香港 所以你覺得看不到 我遲些再說 其實我最近都是接觸 社會上不同界別的人 包括一些官方 也有金融界 銀行 或者一些投資者 或者生意 中小企都有 所以綜合整體的局面來看 我自己覺得很嚴峻 做生意 第一 環球經濟是調查 中美貿易戰 地遠政治 包括戰爭 其實大家看不到有些不特別利好的因素 還有我剛才也說了 最大的敵人是高息 這個高息 剛才林Sir分析了 連儲局都說這幾次都沒有加 可能很快見頂 沒有加到不是五次減 現在是高的 對不對 我不知道大家買樓是用什麼工量 我們做商業給你 有時都是用泰國 有些會是5厘左右 如果泰國加1.5厘 加22厘的話 其實工量是6厘 其實在某程度上 對於一些財金官 原來經常叫人買樓上車的班 他可能借的錢 銀行可能有一個CAP 或者是P-2.75之類 其實工樓現在都是工三厘、四厘 感覺上不是太大的壓力 但是對於一些外面的商業 或者做生意的財團 或者甚至一些中小企 大家忽略了一件事 就是中小企面臨的群境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中小企很多時候 都是拿他的生意 或者他身邊有一層樓 然後我最喜歡的 你創借錢沒問題 你拿一層樓去抵押 用商業泰國的比例 然後又用泰國來計 其實這一部份是相當多的 尤其是出了百分之百 那面抵押貸款政府擔保 只是這個範疇借了六萬五千個 未算以前的借八成九成 那裡有幾萬個 這六萬五千個 是完全沒有抵押貸款 而且借了幾百萬一千萬不等 這裏是借了一千三百多億 再加上資源的過二千億 這些數目是好看整體經濟環境 如果他賺到錢 例如零售飲食業 他賺到錢就有錢還 如果賺不到錢 他到期還錢還利息時 他都出現了群馬 所以這裏跟他利息高 都是一個很大的觀念 明白 所以我自己覺得 都是要審慎一點的 蔡生從一個很宏觀的 還有他自己是營商 認識到中小做生意人 環境不好 自己拿一層樓去愛美銀行 現在都很麻煩 你們倆覺得這樣的情況 是不是你都覺得 我先 剛才蔡生很好 提及現在息高 定期回報高 不過從數據當中看到一個拐點 香港現在的定期存款是8萬8千多億 其實以百月的數據創了新高 不過出現拐點是 Year on year growth 由原本按年增長四成多跌分到三成 我融開了這樣 我做地產自然是做銀行的 其實銀行都很聰明 我會這樣說 應該最後一次做到高息定期的時機 就是今年年尾 因為大家都知道銀行會落四些錢 計算它年尾 12月31日會補充了數據 但大家可能都會發覺 其實近來銀行出的高息定期越來越短 即是玩13、14、15天 其實現在銀行對於做一年的定期 已經offer開始減低 因為它已經在反映著 因為美國那邊的 yield 開始下跌 其實銀行簡單來說 拿你的錢就好像坐三港 它主要做兩件事 一,它就拿你的錢坐了 然後反過來買美國國債 或是Tek the Risk 就買Corpic Bond 去坐的Yield Difference 而當然是借給別人 但問題是借給別人 中小企有些人借 還是另外的原因呢 以我觀察中小企有很多借了 都沒有帶回實體的民間再投資 就查不到究竟去哪裏 但那裏我不認識 不過銀行確實現在賺錢 坐錢就是為主的 我看到很多朋友的corporate 現在連尾都在追債 因為今年也不容易找到人借錢 真是做生意的商家都不太願意 出到結果就是怎樣呢 它都無法載出去 它又這麼進取拿些 deposit 回來做什麼呢 之前拿 deposit 回來 它坐的Yield Difference 就說拿回美國轉頭 賺一堆的Yield Difference 已經夠它 請了整間總行的員工出糧 因為它坐了一億 但是現在它坐這麼多東西做什麼呢 所以銀行都開始吹起一個 號角就是它不太想拿這麼多 deposit 或者反過來 玩活期算了 大家都開心沒什麼壓力 而他們看到time deposit 其實 amount是看到頂 但是growth就開始慢下來 但是確實用處呢 而這堆的錢始終都會回漏市場 當然有些你會說 現在就擺放 time deposit 未完 因為有滯後 現在其實time deposit 數百萬八千多億 可能是金管局比的 就是year high 但是growth就開始慢 但是這堆錢鎖住了一定會出回來 那麼它會怎樣呢 又不一定會買樓 不過有部分 加上我確實同意 政府其實你說減納也有些用 但是確實用處是有在 但效果未太大 但我們都覺得要體諒政府 其實政府由之前的防疫措施 和好像現在的減納都是逐步來的 可能大家都記得 他一定不會一下子 對 這是政府中人一個嚴謹的管理態度 而出來的特性 好像他的 我都不太記得 可能大家未必太願意記得 你那個什麼限聚令下 是要由10點移到8點 8點移到6點 每個小時很嚴謹 所以辣椒理喻 我相信反而他最終會 終歸會切掉所有辣 不過就以政府的特性 而現在真的反映了 因為他要的是穩健 他要是不見到出到亂子 而如果以這個目標來說 他暫時來說是成功的 所以你一回應蔡先生的意思 其實經濟差 但其實人們都是很多錢 擺放存款 可能將來的息口 慢慢減少人們的錢會出來 會不會買股票 就不知數了 因為好像阿葉說 股票消很多 成員信專頭 我想問你 好像最近你買了樓 對嗎 是的 我最近買了一層樓 股價大約是4折 有一間就誇張了 股價的4折 我想問怎樣可以找到4折 我最擅長是找30%off 但他3、40% 我第一次支持 40%我是業主 我自己做按揭可以了 不用找你 我直接做5成按揭做一成賺 賺的還是我 我發現這個業主完全不懂得找 他會找這些 老人家80歲 對我來說 我不會找樓 六、七年買回來三雞 然後賣給你40萬 不是 有小特性 他好像只是丟了給一兩個A進 這些是你才找到 說真的 做業投資不是一個公平的 我告訴你 如果公平的話就玩股票 但資訊差是我們以前的年代 例如2006年 當然有 你想估一層樓 其實兩天之後 他才給你股價 好玩的 資訊差好玩 我知道 最近有一宗太古城 賣1萬1千元 我看到報紙 那宗說要打破600萬元上車的概念 但也不會大型屋 也不會60% off 但也會賺錢 因為他拿了幾十年 都賺了600多元 北共有單成交費 北花園510萬 580多呎 8千多元1呎 這個花園多年 40幾、50年 但這個距離 你想想 其實基本上已經四里活到 你計算到至少18元租 你租約12個月 除了樓價有四里 但吉租集費、維修管理佣金 我們收租很慘 我以前也收租超過百萬一個月 其實我錯了 我收就收 Growth process 之後就沒有了 一大堆維修管理集費 我只搞維修一個月五十多萬維修費 那麼多? 我收三百多萬租 六分之一 但是三百多萬是說我的Growth 有些Buy to rent 有些Growth to rent 一個生業不是只有單位來建 而一個單位其實是做不大的 不如我們每個都有300萬個房租 我們小業主都想知道 你怎樣找到 是否否提高股價 的打7折 其實我是7折樓下 基本上是出手 7折以下我會出售 但我也要找一些地位的問題 例如大西伯 我會盡量避免 為何這樣說 現在這個市場 我還要找大西伯 我可以找一些好區 甚至九龍 有旺角 有北角 7折或6折 為何不進入 Kent說現在收4折 除了花費只有3厘多 我放了銀行5厘 為何不 坦白說 每個投行在2008年或2003年 每個都覺得 其他投資行比做樓 但你怎知道樓會升10年8年 沒有人會知道 為何會知道 當時全環中心 我炒了一天堂 全環中心交換散裝 全環中心是90萬 但兼租6500元 6500元 12除90萬 不做按揭8厘 但當時按揭 P是2厘 但High Board是0.9 我當Captain P 一個2厘的貸款 8厘實在的回報 所有地方 只要有差就會套凳 一定會打和 即是等於英國 你買到6厘 當時按揭2厘 今天6厘還是6厘 但按揭升到6厘 一定會打和 一不打和就套 問題是 當時2厘 2厘上8厘 8厘下2厘 2厘有QE 8厘下2厘 樓市便升4倍 90萬 我便變成360萬 但我90萬 只是27萬 首期 我全環中心交換 不斷躺身 這是我們在那時 但當時投行計算的數 一定是投行計算 我一定會計算 我一定會計算 我只是加監性脆 投行計算的數 為何看不到 10年到18年 升得這麼厲害 他知道的話 其實基本上 買什麼貴的股票 減了那麼多債券 買樓就可以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即是沒有人計算到 將來會發生什麼事 沒有人想到將來會發生什麼事 現在這一刻 我覺得 我這刻死到一個點 我計算到數 我現在打折去 去砍別人 我砍到那口價 可能是13年的口價 那你就要想一下 你03年的口價 不是13年 03年 03年 你誇張 你70%off 不是要的 是股價 股價 我800萬股價 8,4,32 是不是320萬買到 總之我股價 我補充一下 我補充一下 一 其實買樓當然 買樓的租務回報 暫時不夠定期高 不過買樓有勢力 剛才Kan也說過 如果真的找到一間樓 可以便宜60% 你上會便即賺10個 所以樓是有勢力 所以其實勢力買樓的回報 如果持有人實力夠升 其實回報是好過定期 不過這是一個假設 不知道升不升 第二 說完勢力 我就說 為何要買樓不做定期 剛才說因為樓有勢力 第二 找便宜盤 其實市面上 尤其是傳媒 很多時候 我一直這樣說 其實有些盤是調轉 施政部局反價買 我們見 甚至有些客人 屯門市中心 他都會買 我們做了一些成交 都四一七萬 那些便宜盤都會照做 其實大小客也照做 但其實那個客人 為何會星期日下票 因為星期六 他試過兩三家都立即被人反價 其實業主有反價現象 是傳媒在這一刻未必報道的 樓市始終是非同質性很大 股票同質性很高 資訊透明度我同意是高 尤其是成交量有股票 但樓市 其實我們的 我這樣說 不敢說代表我們 我的職責就是和大家找回 其實有些成交是 不敢說大反價 但反了小價 但確實有些如理所說 太古城 太古城 跟蔡三說 他的賺價很深 等於我們剛才第一節說 例如說成點幾個業主 他六百多肯減到五百多 一來就價 減少少 可能就是給經紀 20年前跟他入 現在我只給你口價 給你生意做 他都不出奇 因為那個單位是20年前 經紀跟他買 但是你說報紙 如果將一些很特別的成交 拿出來 整天都是這樣 那些報紙 最特別的成交 每人有不同的職業特性 但他們有這樣的偏向 但你用那類新聞 而為自己的買樓投資做定謀 是有點錯 而最後也說 如何可以找到一些便宜的單位 當然阿葉有他自己獨特的方法 但一般人而言 譬如你要找到便宜的單位 當然是其中一個 你找到一個經紀 根本是跟業主認識得夠久 他只能拿到口價 又或者外面都較為便宜 但可能是同層空窄 他不是空窄 但同空 同空的話 也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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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找一些特別銀行 低水只有兩個原因 一個業主有問題 一個單位有問題 他找業主有問題 除非我是上帝 我令到死者死而復生 蔡先生 我要補充一下 現在這個時間做投資 其實 純粹你識考來計 你是拿不到回報 因為現在我剛剛全行五里一一 即是定期 現在你買有時住宅 3厘以上很厲害 聰明都沒有 所以現在買樓的原因 都是看升值 其實都是看升值 比你買來收租的 當然所有人都要看好 你趁低級 看長線看好一點 但我們看回整體周期 香港總是擔心 利息居過不下 你不要再加 保持在這個位置 其實都很不妙 因為現在銀行 借給你住宅的利息 雖然是3厘多 但它不會長久 因為利息在高位 所以最終都會慢慢加 所以負擔會越來越重 但也不可以看一看差 當然我個人覺得這一兩年是會差 整體沒有什麼好事 大家可以說一說 所以也會跌到一個局底 但正如剛才 林先生 銀行傳媒有這麼多 所以我們會看到 有一天 肉火重生 就是這些錢 重生了 出來了 香港不是沒有錢 但這些錢是用途用在哪裡 因為現在你叫它買樓 它不會買 但可能正如我們都正在準備 所以我們一定是很悲觀 審神悲觀 明白 我講了一條新聞 就是剛剛的嘉華和匯德峰和中國海外發展的啟德海灣 第一期它收了票 收得很好 其中我覺得最有趣 它暫收1,800票 超額7倍 有3至4成是內地專才 剛剛我們沒有說過 其實內地專才不是剛剛說你是專才或高才 是過去專才來的都可以 3至4成這個新款 香港我會說一點 一來啟德鮮港 其實他們每個盤比較特別 啟德很多盤是John Wancher Miami Key 他們全部都合作發展 好像啟德海灣是 嘉華和匯德峰 嘉華負責 有新世界嗎? 我以為是中海外 新世界用協卿建築器 昨天 通常一齊隔著買的樓買得好不好 這個不評論 但和例如詳實 一個一條新買親海宅 結果可能有點不同 但回答專才的問題 其實香港確實有另一個機遇 這個大家都知道 內地有很多學生來香港讀書 其實Made Use Of那一件事就是 香港人工以廣州計的四倍 來香港其實現在 已經在思政部局擴展到讀了Postgrad 即是碩士已經可以在香港兼職 難保的 未見 有人真的來香港讀了碩士Postgrad 而去送外賣 算回有沒有數 而很多來讀Postgrad的人 聽回都真的不是二十多歲 是真的四、五十歲 那確實這位香港引入了一些勞動力 而他在香港賺到錢 因為對他來說 香港比內地賺到錢 所以提供到一個在香港租樓 或者買下便宜的理由 但你說要用這群朋友 來襯托在香港超過二千萬的物業 就暫時難一點 但租務市場有沒有成節 租務市場絕對有成節 租金指數是升了 阿Ken對這件事有沒有回應 我關心一些普羅大眾 譬如是正常人來說 我拿著一層七、八萬樓 我最多人問這些問題 我現在應不應該買樓 好 如果專財這些樓是收支架 沒有收支架 最後兩分鐘內想問 如果我仍在租樓 自住的都未買過樓 應不應該現在找個好價買 有部份人明知樓價跌都要買樓 有部份人明知樓價跌都不可以 一定有 數字 譬如我拿著層樓七百萬 有兩個人都拿著層樓七百萬 一個人是三年前買回來 四百萬買回來 今天供樓二百八十萬七成 供樓公正二百萬 樓下欠銀行百多萬 但大層樓緝股七百萬 這個人沽出層樓套現了五百萬 擺在做定期 做不到 有兩萬元一個月 可以租過千萬樓 生活質素由七百萬 提升過過千萬 例如三房變四房 或地區不同 這個人有得選擇 選擇什麼呢 我沽完層樓擺在做定期 等樓價跌 兩年一年跌完之後 我六百三十萬買回來 或者五折找葉Sir幫忙 三百五十萬買回來 都有這個可能性 有得選擇 但反過來 我一九年買回來的 股價曾經上過八百 今天又下七百 我上了八成會九成會 我欠銀行六百萬 我當你不用低水 沽完七百萬 套現一百萬出來 你把一百萬做定 記得四千元 劏房你也住不到 再加上你的 還有你的離任費 雜費三十萬 你只是雜費 你再買一個 還有輸了那個 你買的時候有給的 你將來買一個 六成 內匯 那你怎麼可以沽 沒得沽 你明知樓價跌也沒得沽 我不說沽過沽 未買的買不可以 未買的很簡單的道理 譬如我交租 我不買樓工 我就要交租 交租 我當成七百萬 又是七百萬 三年 21萬一年 萬六元個月 反過來說 萬六元租金 理論上值七百萬樓價 我萬六元租金 一個年度沒有了二十萬 通常租金 三年沒有了六十萬 通常租金 但你上會 七百萬我供九成上會 我供六百三 我每個供兩萬八 兩萬八 今天大概萬六元是息 萬六至萬八元息 萬二元是公本金 一年儲了十五萬 三年儲了四十五萬 來回差 一個儲了六十 一個剩餘了四十五 一個剩餘了四十五 是不是一球 你問問自己三年後 樓價會不會由七百跌到六百 會的住多三年會跌到五百 再會是住九年會跌到四百 你持住真的看你消不消費得起 我的結論就是這裏 如果是消費得起應該買 消費得起 而你真的正在租房子 如果我和媽媽住 沒有住屋開支壓力 你不要推自己出來增加鼻動開支 但我原本已經在租房子 因為我租七百萬樓 和我買七百萬樓 其實是同等單位 但生活質素不同 因為租房子不會自己扔DPC 不會扔DPC 不會扔DPC化妝漂亮 而且心態不同 住屋和自己的樓 租和自己的樓 所以如果是投資的話 好像阿葉有一個便宜少價 你覺得七折 可以了 介紹多些給我 七折 你便會考慮 譬如股價的七折 你會考慮 譬如我自己入場是20%加利人 譬如貴樓的24%off 以上才考慮 但你現在有找不到嗎 有 但欠心要大 即是五千萬以上 但不是量產度 不是普通人找到 明白嗎 便宜價樓自然很多人買得到 很多人買得到 便不會那麼便宜 大樓很難走 不會那麼便宜 很難走 我真的要 反過來 我有一層七百萬樓 不要說70%off 不要說半價 我30%便便宜走 七七四十九 我五百萬便宜走 可以找朋友 不如送一層樓給你 我們帳面寫七八 你自己上六八三會 九成上會 那便有八三萬現金之餘 還有一層樓 你的朋友是否一定會買 飯不著半價賣走 明白嗎 正常邏輯來說 他不認識你 正常人都想不到 不是每個人都那麼聰明 阿廉,阿林Sir 有否可以多鐘 我覺得 如果借泰力借得到 兼差沒有樓 值得買一間 用一個樓盤 我覺得香港仍然相對上 比較容易找到錢的地方 我明白 蔡先生說回 香港你說 我年資沒有蔡先生高 但跟我的九七年相 九七年我都已經讀完書 沒有跟那時候比 但香港相對上 例如現在很多人將香港和新加坡比 有否留意到現象 其實Wallon這家 新加坡沒有 香港不是沒有 但香港就大行企圖 試過成交以八億計 那表現甚麼 只有香港一個市場 人們是有一個賭成 你見過英國又有人推銷Wallon嗎 新加坡的市場 美國直接不給 是專業投資者才可以 美國因為它的選擇 其實Wallon是選擇衍生出來的 所以美國做選擇 但香港就正正吃了這一批客 而外面沒有 至於為何說新加坡 其實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 是出名波幅低的 新加坡其實很多悶 所以我們說有時候修飾會用新加坡 但其實大家都覺得香港市場很差 其實有沒有一個亞洲市場 香港year-to-day跌11% 你說甚麼11% 恒生指數 其實還有一個市場 但我們跌了四年 11%是幾年開始計算 今年年後是19,700元 你用一百年的三萬點跌了一半 明白 我說跌了幾年 但我們用今年示範來計算 其實日本升兩成多 不過其實香港是差 但其實有個地方 香港人經常去比香港還差 大陸嗎? 泰國 泰國 16-7% 泰國? 其實全亞洲市場市場都是差 因為美匯指數上去106 其實我都知道香港是差 但又是否真的差得完全毫無 其實泰國人都差 南韓都差 明白了 如果自住的話 自住是否拍到你這樣 其實自住 如果你真的租樓 你給我現在這一刻 我一定會拿刀出來扔別人 因為你扔別人 然後上會坐在那裡 起碼你住 如果你不買樓 你其實是沽空的樓市 如果樓市我不知道它是沽空的 因為租金正在上 其實從去年開始到現在都已經上了 好像我有一個單位是一萬多元租 到現在基本上兩萬多元租 是升了很厲害的 你在沽空樓市 如果樓市一個人 跌好地地要 如果要升呢 誰有人知道跌還是升 如果要升 那你怎樣算 自住 如果有好價應該要買 同不同意嗎? 蔡先生 其實我同意 自住有需要 不如你結婚 第二層就不知道 第二層就從投資角度看 不只是住宅 我會看工商店 譬如大馬那些 投資環境 那些差 其實我覺得 是要一動不如一靜 我覺得最差的時間還未到 我覺得明年又會稍為好些 最差的時間還未到 甚麼明年還未到 明年好些 現在已經花十多月了 明年入市 明年更差 因為你… 是否看有七師傅 你入市當然是 最低位 是 我覺得還會更差 你說現在是寫字樓 是否更差 其實整體都是相關的 都是差 都不是很好 不是差 好 今天好多謝各位 其實學到很多東西 不過有時候 專家說的數字 我未必轉到數 我要多聽幾次才轉到數 OK 非常精彩 多謝各位 多謝大家 多謝各位